大家下午好 我叫包艾明 我来自浙江大学医学院 今天我们很快乐地在这里开一个会 分享科学的发泄 进展 一起非常乐观地去展望未来 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 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这世界上还有大约16%的人 过着非常不快乐的生活 他们悲观或者沮丧 或者绝望 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抑郁症 抑郁症我们或多或少 它已经不是一个罕见病 而是一个常见病了 我们或者看到过 或者听到过这样的病例 你看屏幕上所显示的两位 我们非常喜欢的演员 一位是中国香港的张国荣先生 一位是美国的电影演员 罗宾·威廉姆先生 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人 他们塑造的荧幕形象 令我们难以忘怀 比如说张国荣先生 在《霸王别姬》里 所塑造的《陈爹一》 以及尤其就我个人感受来讲 罗宾·威廉姆先生 他演的《死亡诗舍》那位老师 那位激励学生 去发挥自己的天赋 创造力 独立性的那位老师 还有一部电影 更让我难以忘怀 就是《Awakening》 也叫《无语问苍天》 它扮演了一位我们的同行 一位神经内科大夫 非常地平凡 非常地默默无闻 但是呢 它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 坚决不向疑难的脑部疾病 低头 它观察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疾病 并且呢 当时是多巴胺 这个新的一个化合物 刚被认识的时候 它就大胆地去使用这个药 顶着这个来自权威的这种压力 跟患者的家属呢 保持一个很好的沟通 去征服它 这样的一些英雄形象应该是 其实都是激励了我们科学家的 但是生活中呢 注意啊 像张国荣 像罗宾·威廉姆斯 都罹患了抑郁症 最后都选择了自杀 所以这个病啊 实际上可以影响到我们每个人 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 正像前面 邱子龙先生所说的 目前这些脑部疾病 由于我们的科学发展 还没有到我们接清 它的这个真实的一个 疾病标志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你如果到了临床 你会发现医生呢 是根据症状 在给你做诊断 屏幕上所显示的九种症状 包括这样的抑郁情绪 包括比如说快感缺失 比如美食啊 爱情啊 人际关系 包括亲子关系啊 包括工作 创作 这些平时能给我们带来愉悦感的 在他看完都没有了 觉得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 并且呢 活动能力下降 有的人整天呆在沙发上 或者有的人躺在床上 没有任何的这个 活动力的样子 缺乏能量的样子 另外呢 工作中无法集中注意力 工作的效率严重下降 还有失眠 还有呢 他们感觉 他们自己也感觉到 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 不如结束 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呢 选择自杀 注意 当这个病人啊 去看病的时候 在这种九个症状里 要达到五个级以上 而持续两周 你会被诊断为抑郁症 所以呢 这可以解释啊 首先 这五种以上的症状的组合 可能在很多病人并不一样 对吧 所以 大家虽然都得了一种叫做抑郁症 但是大家的 发病的这个脑区啊 或者是里面的分子改变 导致这些症状的改变 组合可以不一样 第二点 抑郁症还有不同的类型 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非常常见的 可能听众们都听过的类型 叫做躁狂抑郁症 也叫双向情感障碍 或者叫双向障碍 得了这样的病人呢 就是在刚才的这个 抑郁的症状之上 只要出现一次 哪怕只有一次 这个躁狂状态 躁狂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病人感觉 洋洋得意 自我感觉非常地好 好与众人 比如说众人皆坠 我独醒 我超越你们 另外呢 他可以忙忙碌碌 他可以工作 创造力 精力 全部是旺盛 他可以不要睡觉 很少需要睡眠时间 这样的病呢 也不一定是 忙忙无路而一事无成 大家看 屏幕上所显示的 这位患者 著名的德国作曲家 罗伯特·舒满 他就罹患了 这个双向障碍 大家看 这是横轴啊 显示的是 他最后这个 将近三十年时间 他的作品数 和作品号 每个数字都是 他的作品号 以及呢 这个作品和情绪 之间的关系 大家看1833年 他处于一个 非常抑郁的状态 甚至企图自杀 这一年呢 他只有两部作品 然后到了1840年 他进入一个 轻度造狂时期 大家看他的作品数量 急增 那接下来 他的情绪呢 又向抑郁走去 到了1844年 他又患了 严重的抑郁 在这一年 他根本没有任何作品 那接下来呢 又循环向 一个造狂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1849年 他又有大量的作品 这个病也很严重 像这样 造狂抑郁 造狂抑郁 是反复循环 并且频率 逐渐地增加 也就是周期缩短 到了1854年 他企图自杀 跳到莱茵河里 被旁人救上来 但是 接下来的治疗 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1856年 他绝食 死在医院里 所以大家看 这样的一个疾病 对病人导致了 一个巨大的痛苦 对家庭 对社会 事实是这样的 其实除了刚才所说的 这些 我们还听说过 产后抑郁 对吧 围绝经期抑郁等于 冬季抑郁 等等 这些都是一些什么 抑郁症的哑型 其他类型 或者叫 那么抑郁症呢 它的终身发病率 现在已经到了10% 到15% 很高 它是所有疾病中 自杀率最高的一个疾病 可以高达15% 另外呢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预测 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到2020年 可能抑郁症 要成为仅次于 心血管疾病的人类的 第二大疾病杀手 或者是社会的疾病负担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中国 在中国呢 实际上也有些统计数据 最近还可以在网上看到 抑郁症患者八千万 如果你根据中国的人口数量 去分析一下 你就会觉得 这个数字 似乎只是世界 刚才我提到的 15%到16%的三分之一 那么 是我们中国 我们的政府 和我们的医生 对抑郁症患者 治疗得更好吗 辨别得更清楚吗 不是的 大家知道 抑郁症 属于一种脑部疾病 或者叫精神障碍 它呢 在我们国家 是被严重地污名化的 说句不好听的话 骂人神经病 或者精神病 这是骂人的话 但事实上呢 这个病呢 不应该被这样污名化 不应该属于一个禁忌话题 它应该是 我们脑这个器官 这个和胃 和肝脏 和肾脏 是一样的 对吧 发生了疾病而已 我们应该看 像看其他病那样的 及早去重视起来 及早地去找医生 去治疗 后面我还会说 那么 去污名化 也是我们今天站在这儿 和大家交流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因此呢 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注意了 我们国家的年自杀率 达到30万人 这个数字 是西方发达国家的 三倍 这是意味着 这些病人 没有得到很好的 诊治造成的 因此呢 科学家们就一直在研究 其实几百年来 已经有一些发现 首先 抑郁症是具有遗传性的 如果在一个家族里 其他 你发现 跟你有血缘关系的 他罹患了抑郁症 那你要注意 你可能处在 抑郁症的一个风险 不是说你肯定得 但是你的风险因此增加 大家看 美国的阿美学人群的调查 这个白颜色 这个上面显示了 它的家系分析 或者叫家谱分析 这上面 黑颜色的标记的 都是这个家族中的抑郁症患者 那么 还有童年期 或者是幼儿期 他所遭受的这些经历 比如说忽略 略带 包括性略带 或者是打骂 或者创伤 童年期的一些创伤 比如说战争 比如说地震等等 忽略这件事 我想再强调一下 因为呢 这个在我们国家呢 实际上是一个 比较严重的问题 大家都注意到 这个农民工 进城打工 把自己的子女呢 丢在家乡身后 请注意 如果丢在后面的这个孩子 没有得到 比如说 只有爷爷奶奶了 或者其他亲戚 那个很温暖的关爱 那个及时给予教育 去激发 刺激他们的大脑的话 注意等他们进入成年期 他们这批人 抑郁症发病率增加 当然我们的政府 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 我们政府的政策里 现在是有着改善 解决农民工子女 进城跟父母在一起 就上学等等 这样的一些举措 我觉得这是非常明智的举措 另外呢 抑郁症的发病 和年龄和性别之间 也有关系 大家看身后这张图 在儿童期的抑郁症里 男女没有一个明显性别差异 但是进入抑郁龄期 什么叫抑郁龄期 就是女性啊 她行经 月经期开始 一直到她绝经期前 这一段时间呢 是她具有生殖能力的时期 对吧 我们也称之为育龄期 育龄期的女性 和同年龄阶段的男性来比的话 她的抑郁症的发病率 是男性的两倍 那么这样一个性别差异呢 到了绝经后呢 逐渐进入老年期呢 消失 甚至还有研究发现呢 男性的 这个老年期的抑郁症发病 似乎又高于女性 这个中间又是什么原因呢 科学家包括我们组的研究 已经显示了这个 育龄期女性 外周的这个性激素的波动 大家都知道 每月月经周期 产前或者产后 或者唯一结晶阶段 都有明显的这个性激素的波动 这些性激素是影响到 大脑的一些功能的调节 在大脑中呢 我们也有跟性激素完全 这个物质相同的化合物 但是它在脑内呢 叫性灾体 那么它们是对 我们脑内的 情感相关的调控系统 和应激反应调控相关系统 刚才很好啊 前面的老师提到了应激反应 其实就是 我们生活中遇到压力 遇到打击等等 这都是在科学上呢 有时候说这是应激 而我们的身体呢 对这些是做好了一些 准备的啊 我们有一个长期进化过程中 所建立的叫 应激反应调节系统 Stress Response System 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情感 尤其是高级情感 这种建立的 这样一些系统 所以呢 现在大家就会说了 那么 行至此 我们抑郁症 有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了呢 大家也听说过了 抗抑郁症药物 这是最常听说的 我们早一点把病人送到医生那儿去 为的是获得这样的药物 第二点 认知疗法 有时候也叫心理分析 对吧 心理治疗师 在跟你做一些 很特别的 经过专业性恋的 不仅仅是做思想工作 这么样的一种辅导 还有呢 现在科学的发展 已经有了一种叫精炉磁刺激 它用的是这样的一个磁场 外加的磁场 改变你大脑里面的 神经环路的运作和改变 还有呢 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叫光线治疗 用的是特殊的治疗灯 或者是走出去 让日光照射你的眼睛 有一个在眼睛后面的 脑部的河团 它是我们的生物钟 在抑郁症中呢 它功能紊乱 它也是失眠 和其他的截律紊乱的 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呢 用光照来重制 这个生物钟等等 不过要注意的是 所有这些治疗 仅对部分患者有效 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 这是为什么原因 其实我前面 已经给了大家一些提示 对吧 细心的听众可能注意到 我提到过 不同的症状的组合 我提到过不同类型的抑郁症 是的 我们大脑里面呢 就是以这么一个复杂的环路 叫神经环路在运作着 这前面呢 很多科学家都说到了 我再简单地说一下 我们大脑内有 一千亿个神经元 而胶质细胞的数量呢 是神经元素量 或相同 或者是我们的九倍 因为不同的科学家 还在继续研究 这个数量的差异 那么然后呢 我刚才那个 邱先生还提到了 突出这个概念 就是像个扭扣状的 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联系 每一个神经元上 有一千到十万个 什么叫神经元 就是神经细胞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精细 然后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 这些神经元 被神经纤维 联系了起来 这个神经纤维 在我们脑中缠绕了十万公里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 这个结构 分担着我们人脑的 很多的调控功能 这其中就有一个高级情感 和我们的应急反应等等 还有其他 也是介入到抑郁症 这个发病机制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举个例子 因为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在这样的环路中 不同的脑区 有时候或者你把它喊成是不同的节点 或者你把不同的化合物或者分子当作节点 发生了异常 每个病人并不一样 我们的人脑发现就是这样 这一些病人 化合物A 比如说或者分子A 有了一个病变 但是它并没有B的病变 但另外一批 而且另外一批和这一批还有一个重合 他们发生了分子B的病变等等 再举一个例子 我在这里把中国的高铁地图放在这 然后你就会注意到 我们国家的高铁已经是非常精密了 但是我们人脑中的这种网络 要比这样的网络复杂了千万倍 上亿倍都不为过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 有些小站呢 火车近 对吧 火车出 传递着信息 也扮演着很重要的功能 但是有些站 比如说上海站 它是一个枢纽 它是一个具有重大意 类似的还有北京 还有杭州 还有更多的枢纽站 我们大家都理解这个概念 现在我们假设 假设上海这个站出了问题 注意它就不是它自己的问题 因为它是一个枢纽 它会使得所有跟它相关的这一批的脑区 都发生问题 而此刻若是你去修理 修整 完善北京站 你就理解我的意思了 这是无效的 倒过来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抗疫药物 如果是针对上海站的 就会起效 如果我们此刻用一个针对 修理北京站的 来处理上海站的问题 就不会有效果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喻 真实的情况还要复杂 因此科学家该怎么研究 我们刚才已经从前面的 科学家的汇报中 已经深深地理解 动物对我们的贡献 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神经科学 或者脑科学的知识 发展到今天 基于科学家对这些动物 从这个镍齿类动物 到灵长类动物的一个观察 对它们的细胞功能 分子之间作用机制的一个洞察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出 有一些疾病发生在哪 但是可以理解的是 像这些高级 我们这种灵长类的 这种智能 这种情感 用这个动物呢 非常难以继续研究 比如说 涅齿类动物这个鼠 现在这是一个叫做研究情感 这是开个玩笑 fear 害怕 快乐 极度快乐 等等 你会看到它表情是一样的 或者说它没有表情 还有 人脑中 抑郁症整个发生的这个经历 包括基因 包括它和年龄 和性别之间的互作 包括它幼年期的这些处置 组合起来来看呢 很难在一个动物脑上 反映出整个病程 有没有可以在人脑上看呢 对吧 大家知道 现在这个医学家 神经科学家 和工程学家 和物理学家 已经发明出了 越来越精密的 这个脑影像技术 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抑郁症的人脑 哪些脑区发生了变化 除了在动物和这样的人脑的一些研究上 得出的共同的结论 例如说鹅叶 尤其是前鹅叶 例如说杏仁河 例如说江河 例如说夏秋脑这些 我们脑部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结构发生了问题 但是它的局限性在于 它无法看到分子层面 无法看到具体的化合物改变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 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推论的 就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 人脑库这个概念 人脑库也叫人脑组织库 它也叫Brain Bank 听上去像脑银行 因为它和库的区别就是 它不是仅仅是收集脑 展示不是这个目的 而是收集好了 这个每个个体 去世后 像脑库所捐献的大脑 比如说有抑郁症的大脑 还有没有得抑郁症 甚至没有得任何脑部疾病 当然可以得其他的 其他身体 比如说得过癌症 得过心脏病 但大脑是很好的 没有任何脑部疾病 用它来做对照 因为你需要知道 抑郁症中发生了什么 你还需要知道 没有抑郁症的人 总肯定没有这个 对吧 这样的大脑如果捐献给死亡后 死亡后火化前 对不对 把大脑取出来 捐献给脑库的话 那么脑库呢 可以建立一个系统的储存 诊断 然后发送给科学家 就像我们 在座今天来的很多 非常优秀的神经科学家 去研究 所以脑库的具体工作呢 很简单 其实就分三个部分 一 宣传动员 因为我们得把这样的一个知识呢 这样的一个需求 告诉民众 看看你们能不能理解 我们对于这个脑研究样本的需求 对吧 要不断地沟通 然后呢 做好一个登记 这是为了在去世之后呢 以极短的时间 不可以在去世后 我们两个再来讨论这件事了 对吧 那个时候你处于极度悲伤 你可能会说不行 我们必须在生前 很冷静地想一下 这样的一件事 有什么意义吗 有什么希望吗 如果想清楚了呢 我们在生前做好登记工作 然后呢 在捐献过以后 脑库有工作人员 做好这个分切罪 不是把整个大脑送给科学家 科学家会根据自己的研究目标 比如说我需要研究海马 我需要研究刚才说的前额叶 我需要研究你们说到的江河等等 就是只把这样的部分给它 那么还有呢 就是做好一个神经病理诊断 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时候是神经病理学家 或者神经病理学医生 他在自己的肉眼 直接对这个大脑做观察 以及显微静下观察 为你做出一个最后诊断 这个诊断往往可以纠正 生前的物诊 生前以为你得了预证 是让最后发现 你其实早就开始了AD 比如说老年痴呆等等 就不是抑郁症而是AD 等等举例 最后是最重要的 要以非常动力化的方式 积极的方式 向科研人员发送这样的研究标本 这样的科研人员是有资质的 非常有基础的 他们写出的标书 是假说很有基础 很有前途 前景 他们所设计的研究的方案 很合理 可行 他们所获得的预期的结果 可能会对征服抑郁症有效 这样我们才会发送 绝不会说把这么珍贵的礼物 随便地送人 那么在中国呢 应该说我们是 西方国家注意了 我们已经落后 他们建脑裤啊 三十年左右 他们已经 比我们早了二十五到三十年 建立了这种规模很大的脑裤 这是和民众的教育 理解 以及传统稀疏有关 在中国呢 大家注意到 我们是一个人口方面有优势的国家 另外我们这个脑部疾病呢 高发 我们都感觉要迫在眉睫的解决 但是由于这个传统 几千年的这个上障习惯 有些地方还说 这个要保存完尸等等 可是近年来呢 随着这个科学普及 教育水平提高 还有就是我们国家 对于这个遗体捐献 器官的捐献等宣传和支持 人们正在改变观念 我们相信呢 通过这个教育倡导 通过这个国际科学合作 我们虽然脑裤见得晚 但是我们将来的规模 我们所含有的这个标本的量呢 应该是最好 我们也当然希望有朝一日 能像球子龙这样的科学家 提供其实是自闭症的人了 如果自闭症的患者们 有这个想法或者是家属 对吧 那么我们的这个研究 也许会再跃进一步 所以呢 这个库存 这个是非常完备的 既可以有冰冻 也可以有石蜡块 对吧 这个过程在我看来 是一个让我们大脑 重生的过程 事实上呢 你已经死了 你这一项捐献的行为 应该说对你本人 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是它的意义在哪呢 就是若是你的大脑 能够被科学家 去进一步研究的话 我们为子孙后代的健康 或者是幸福 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带来一个希望 所以我们经常说 捐献出的大脑 是一个给未来的希望 谢谢大家 后面呢 看一个视频 他的智慧 曾改变世界 为了揭开 人类智慧的神秘面上 科学家留存了 他的大脑 大脑 存储着智慧的秘密 也同样掩藏着 难以攻克的疾病 研究大脑样本 是开启智慧天书的 唯一钥匙 在我们身边 约有1600万 神经精神疾病患者 面对他们 我们能做的 不只是关爱 攻克大脑疾病 解开智慧之明 做出你我的贡献 浙江大学医学院 中国人脑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